紧跟时代每天进步一点点 嗨大家好我是点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我们要讲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美国和中国的区别 当然你可以说这两个国家当然不一样了 制度不一样嘛 但是这个太表面化了 而且制度呢它也是人定出来的 制度它定得再细 它也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 所以到了具体情况呢 还是要看人的决策 所以我这一期呢就要深度的挖一挖 讲一下这个美国人和中国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先讲的段子啊 这是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听 有一个老师他是美国人 这老师挺事的 他非让他自己的学生啊 班上的学生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是美国人 而且每天早上要检查一遍 这老师是不是够有病的 有一天他们班里转来一个小男孩 这小男孩是加拿大人 结果这个老师就问他 你是哪国人啊 小男孩说我是加拿大人 老师这个嘴都快撇贴上去了 说哼 你为什么说自己是加拿大人 小男孩想了想 说我爸爸是加拿大人 我妈妈也是加拿大人 所以我就是加拿大人 老师哼 是什么逻辑啊 你不能这么说呀 如果你爸爸是个傻瓜 你妈妈也是个傻瓜 那难道你也是个傻瓜吗 小男孩说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就是一个美国人了 反正这样的段子哈 加拿大人调侃美国人 大家多了去了 觉得美国人又傲慢又无理又无知啊 我们中国人对美国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们来下面看一段电影片段 提到美国对中国的核威胁时 更是一连的愤怒 咱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人 就从没怕过他美国 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动不动 就要欺负你 让你啊 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 拒你妈的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老方 好 先声明一点啊 我们在这期视频里 不会做任何情绪上的宣泄 我们只是来理性的分析啊 中国和美国 因为现在 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上 非常非常的玄妙 就这么两个超级大国 俄国都不能算 顶多算半个 作为第一的美国 就一定要干掉 作为第二的中国 这个懂博弈论的朋友 肯定都明白 第一名一定要干掉第二名 对第三 第四 第五 后面的 倒可以拉拢 有意思的是 美国和中国 这两个超级大国呢 又谁也离不开谁 这就好像两个人 上面抱在一起 脚底下互相食伴 逗心眼 但是如果你把对方绊倒了 你也得跟着趴下 美国是离不开 中国的生产能力的 据说现在美国 所有的这个高科技公司 如果要是让他科技落地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问 你在深圳有没有办公室 从另一个方面讲 中国也离不开 美国的高科技 他们之间可以说是 深度的互相嵌入 两国又是朋友 又是敌人 你说这不是很狗血吗 但是呢 没办法 事实上就是这样 所以作为中国 一定一定要了解美国 了解美国人 美国人的精神世界 精神建构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中有一点最基本的 我这里只讲这一点 就是他的清教传统 说的再通俗一点 就是六个字 信上帝不讲理 我再说一遍 信上帝不讲理 要解释这条呢 我们得往回推 美国最早的一批移民 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 五月花号 我们都知道 这批清教徒 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这话有点长 当时在欧洲的基督教 有一批分支叫天主教 这个天主教偏离了基督教 所以很多人就不满意嘛 所以当时就有三个教派 一个叫路德宗 一个叫英国国教 还有一个叫加尔文宗 在英国 大家就信这个英国国教 他的主要教派宗旨 就是把这个天主教 这些偏离基督教的内容 尽量把它删去 但是呢 就是在英国 加尔文宗有一批人啊 他就看不惯这些英国国教 他就批评他 说嘿 你说要把这个天主教内容给删去 可是你又删的不彻底 你居然还保留了一部分 这不好不好不好 你要删就全删 所以呢 这些加尔文宗 在英国的加尔文宗这批人呢 他就看不惯英国国教 这批人就是英国的清教徒 这帮人在英国背受挤的呀 所以他们一生气一跺脚 就去美国了 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点 这批移民可都是纯精神主义者 为了自己的信仰 他们可以背井离乡 受尽苦难 第二点就是信仰的无条件性 刚才也说了 这些清教徒就是看不惯英国国会 还保留了一些天主教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就叫理性化 天主教的这些内容呢 他就是认为理性化是在高高在上的 而基督上帝是在理性化 至少是平起平坐的 但是清教徒就认为 不对 上帝是一切的标准 全知全能全善 没有人能够超越 所以他们要反理性化 就是说你别要跟我讲理 上帝对的就是对的 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可讨论的 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不讲理三个字的意义 清教徒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那种原初的基督教精神 上帝是一切的标准 这个就是美国真正的精神核心的那种最本质的东西 上帝说人人生而平等 人人生而自由 这种价值观在美国是融到每个人的骨子里去的 他不需要学习 这是一种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 没有什么好说 好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例子特别就有代表性 2015年的夏天 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判决 说同性恋者可以结婚了 这在当时非常的轰动 最高法院一共有9位大法官 这个投票结果是4比5 也就是说4个人是反对的 其中一位反对的大法官他是这么写的 圣经里说了 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 同性之间是不能结合的 否则就会像邪恶的 所多马城一样会被摧毁 那么现在你们要用理性的反思 把这些禁忌给打破 把婚姻的权利赋予所有的人 那么我接下来问你 为什么婚姻一定要是两个人呢 为什么婚姻一定要是人和人呢 你们用理性的反思来突破禁忌 那你往前走 你的边界在哪呢 迟早你都会碰到你自己感觉到难以接受的地方 也就是你自己的禁忌 那到那时候你又凭什么不让别人用理性的反思 来突破你的禁忌呢 所以说你要坚持逻辑 坚持理性的话 你到最后你什么边界也守不住 你可能到这儿会问 如果这就代表了美国的原始精神 那为什么它会输掉呢 美国最后不是还是同意这个同性恋结婚了吗 这个也是我下面要说的 就是美国它现在也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 它有一种原始的精神 这部分精神呢 一直在保留在主要是美国的这个东南部 叫deep south这部分的州 另外像一些在海岸东西海岸一些大城市 这些城市都趋于国际化 政治正确啊各种正确啊 他们是开始用理性的思维呢 来替代掉这种美国的原始精神 所以你看它两个文化之间 它也在较劲 它也在此起彼伏互相的争斗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比如说在奥巴马期间 中国政府呢就感觉会舒服一点 因为美国嘛 它还毕竟它还多讲一点理 但是特朗普上台 你就会发现 天哪 这家伙怎么这么横 怎么这么不讲理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其实啊 这就是美国的真正的原始精神 露出它的真正的嘴脸 非常的强悍 绝不妥协 不容挑战 不容谈判 可以说是霸道 不讲理 相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 几百年几千年的 道家佛家儒家的文化互相融合 我们讲究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总的来说我们还有一个理字 在这个悬在头上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思路 去套在美国身上 你就会发现完全没用 我不得不说 美国人的这种精神世界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是非常陌生的 所以我们可能很难去接受它 理解它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了解 美国人原来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跟它打交道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掌握的对方的心理 我们才可以在底层去跟它进行博弈 好 最后我来说一句 我刚刚从一本书里看到的话 真正伟大的帝国 它是对正义的承诺 它是对秩序的担当 它是对人性与生命 真正的悲怜与敬畏 好吧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欢迎你的收看 谢谢你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